我和艾咪小时候的相片 现在我们长大了 你猜谁是姐姐 谁是妹妹 艾咪是一只大鸟 我是一只小鸟 艾咪像一朵高大的像日葵 我却像一朵小花 艾咪能长大 为什么我却不能长高 我很小 艾咪不叫我姐姐 他们都叫我爱娃 小微他们都叫我小不点 我很想做摩天轮的时候 听到他们在叫 可是我根本看不到 我很想坐公车不用买票 有一天艾咪和我坐公车 有人怪艾咪这个姐姐真不懂事 怎么不会让外给妹妹坐 艾咪生气了 怕不理我了 我和小微他们去摘墓吧 小微说 小微点 闪一天 我好希望那个爬上去叫我发的人是我 我想长大 我一定要长大 我去烫头发 又卷又烹的头发 爱咪和小微看了都想哈哈 他们说我 人小鬼大 我好伤心 只要我长大 就是吃一百只的蚂蚁 我也愿意 只要我去高空谈跳 我都不怕 可是我就是长不大 长不高 有一天 来了一只黑猫 她以为爱咪是一条鱼 咬着爱咪不放 可恶的爱咪 吓得大哭还大叫 她说 姐姐来救你了 我拿着一根大罐子 追着黑猫 我怎么被勇敢了呢 第二天 叮当叮当 小微乐找我了 她约我骑滑板车 用尽力气 加油 加油 我像风一样的快 我居然赢小微乐 这是第一次 发现各自小孩有用处 我好开心 我是一岁生日到了 爱咪送我一张地图 哦 原来是一张身高齿 还一方性 切蛋糕的时候 爱咪叫我许一个愿望 我想了一下说 让我再长高一点就好了 只要我一大零五公分就好了 爱咪抱着我 叫我小姐姐 我心里好快乐 谢谢我的爱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